因应美国禁令即富时罗素 标普道雄指数剔除部分中期股票 纳斯达克也在11日宣布 将从12月21日剔除中国交通建设 中国铁建 中国中车及中芯国际等四间中企 美国联邦参议院通过一项围棋一周的临时预算案 总统川普随后签署生效 这项临时预算案让美国所有联邦机关 可获得足以运作到12月18日的资金 以避免政府关门 国会也得以就疫情纾困案继续协商 中国紫光集团12月10日发布公告表示 集团无法兑付到期的4.5亿美元的国际债本息 同日违约的还有18紫光零四债券 在集团国际国内债双双违约后 业界人士称紫光集团正走向破产重组的结局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11日正式批准了 辉瑞和Biontech的中共肺炎疫苗 紧急使用授权申请 联邦官员表示疫苗接种将于下周开始进行 将先发给医护人员 长期护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和居住者 新唐人有台电视整理报道